今天想說的是一部關於電影的迷思 為什麼這樣說呢? 照計一部電影能夠代表我們香港 去參展Oscar 競逐最佳外語片 Suppose 就是我們香港本年度的一部最佳電影 但怎料我們本地的香港電影金像獎 提名名單公佈了 不要說最佳電影十拿九穩 現在連入圍的資格都沒有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今天就跟大家說多兩句 關於翁子光導演的最新電影作品 風在起時 Hi 我是艾力 今天我身處這個地方 沒錯 上一條影片就說小弟在搬家 今天這裡你看到還有很多空白位置 因為還未填滿了 家具還未到 但有一條影片就很想先拍 那只要不理了 先說先 因為關於電影風在起時這部電影 這個星期終於正式公映了 等了很久了 是啊 在等待過程當中 我們曾經是當過這部電影是個到市傳聞 說一下背景 說一下背景 電影在2017年11月13日開鏡 去到2018年3月殺科之後 經歷了整整超過兩年時間 一個漫長的剪接期 當中經歷了不同的剪出版本 據知第一級是長達6小時 第二版本剪到4小時 然後才去到現在你所看到的版本 而在2021年第45屆香港國際電影節 本身已經選定為開幕電影 門票也一早被數清 當時我也有買到票的 但在放映前兩天 突然宣佈因為技術問題 而取消了兩場的放映會 之後就留意滿天飛了 有人說因為劇本問題而過不了電檢 也一度有人指 這個劇情是難以過到內地審批的 事隔兩年 再到成為香港國際電影節的開幕電影 門票更加被人搶到出現炒價 因為有不少人對風再起時是高度期待的 更加擔心會不會出現兩年前的情況 很多觀眾抱著的心態就是 有得早點看就早點入場看一個心態搶票 如今電影正式公映 觀眾的反應也很兩極 我在電影節開幕的時候第一次看 當時因為自己撲的票位置不是太漂亮 所以在上個星期電影搞優先場的時候 就立即買個好位置 再入場好好看多一次風再起時 然後再做這條片跟大家分享 首先真的很佩服翁子光導演那種藝高人膽大 雖然戲中的角色可以說是一個異創的角色 並沒有照用四大探長的角色原名 但角色的設定 時代背景 故事當中所發生的情節 每天都是香港歷史的一部份 是真實地發生過的 而對於四大探長的故事 就算你本身對歷史是沒有什麼認知也好 但相信都會有看過有關四大探長的電影 過去被拍過無數這麼多次的題材 甚至劉德華本身都演繹過不止一次 關於這個題材的故事了 如今來到翁子光導演手上 大家都很期待翁子光導演會如何處理這個 這麼老吊啞的人物和故事 結果翁道以一個史詩式的手法 去聚述整個故事 說了一個非常浪漫的故事 對於四大探長的故事 用這個史詩式的手法去表達 說真的事前是挺異常不道的 而這一點我很相信電影公司是有責任 要讓觀眾入場前好好調整自己的期望 因為進從過去 大家對四大探長這個題材的概念 再加上看到兩大影帝 梁朝偉和郭富城這個牌面 觀眾很自然會想 這部是不是傳統的雙紅色對峙的電影 但因為現在影片是偏向比較像皇家衛色 比較文藝一點的方式去講故事 若果你一心想入場看一部緊張刺激的無間道 但原來是一部文藝巨作 若果不在觀眾入場前 讓他們調整這個期望 很容易會令觀眾因為期望錯配 而有負面的感覺 再加上要先知道影片在講的是一個長達三十年的故事 當中的片段細節真的非常多 否則不會在影片第一剪的時候 是長達六小時之久 而這次影片所想講的太多了 在不同段落的連接性上 其實是有些少團裂的 若果在寫情的角度來說 相對好很多 因為導演用了一個非常溫柔而浪漫的方式去拍 呈現一個陽光味極濃的故事 當中的情懷味道是令人有所回味的 但影片讓人欣賞的地方又豈止於此 電影當中可以說是美得令人無話可說的攝影 令到每格畫面都變成非常有詩意 好像一幅幅很漂亮的照片一樣 而美術的精緻也將當年老香港的景象重數出來 所以你說攝影美術在接下來金像獎當中同獲提名 就算最後獲獎也是實至名歸的 說到金像獎 我想令人非常意外的就是 但是戲中的兩位影帝 梁朝偉和郭富城 其實在戲中都交出極其出色的演出 梁朝偉更加憑風再起時 入圍了第16屆亞洲電影大獎的最佳男主角 是唯一一位香港的男星入圍 而郭富城在戲中極具層次感的演出 將橫跨30年的心路歷程演活 但如今 兩個人竟然名落孫山 雙雙未能地入圍金像獎的最佳男主角提名 而翁子光導演在風再起時的表現 尤其在講故事方面 固然是有不少讓人挑剔的地方 但在駕馭這麼大規模的製作 拍出如此史詩式的氣氛 沒想到最終風再起時 贏得七個技術獎的提名 但在電影、導演、演員等大獎當中 只得許冠文是得到最佳男配角的提名 而其他大獎可以說是全部敗陣而回的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或者要歸咎的 可能要講回這個輪選機制的有所不同 要挑選成為代表香港出戰奧斯卡 以及亞洲電影大獎的提名 評審陣容其實都是由十幾位小組成員 去討論出來的 而金像獎的評審方式 就是由業界不同崗位的人 一共有過千位成員 去投票選出來的 而風再起時在過去一年 未有供應 亦沒有做到太多優先場 去招待評審的搶先欣賞 當中只是靠新澳 即申請國族的奧斯卡時 有幾場優先場優先做過 亦因為有幾場放映做過 而達標是報名金像獎 但以這種形勢去報名金像獎 相對就比較理虧 因為看過的評審實在不多 不是說大家不欣賞你 而是大家根本就沒看過 那怎樣投你呢 可能你說 喂 毅力啊 不是啊 如果因為這樣的話 那現在不會有八個提名啦 或者這麼說 投技術獎和投演員獎 甚至導演獎、電影獎 評審投票的取向是會有所不同的 技術獎很理性的 演員獎是會有感情分的 加上去年的確比較多些低成本的小品電影出現 要去到封在喜時這個級數製作的電影 本身都不多 要數技術獎 封在喜時入圍相對不難 讓人記得也都較容易 但去到 例如最具爭議性的最佳男主角 當有力入圍的人多過五位 評審的一票就會落在 你最想誰得到提名 或者你最不想誰沒有得提名 去到這個位置 對於梁朝偉、郭富城這些 已經拿過不少次影帝的演員來說 是相對較吃虧的 因為當你覺得投給他 他贏了 對他只是感上添花 但對於另外一位 從來未得過獎的演員來說 一次的零的突破 對於他的演藝事業來說 是重要的一頁來的 這一票就會想留來對他作重大的支持 而這一點就是我剛才所說的感情分 不過說到底 一部電影的成敗得失 又不是只看過獎 我想最重要的是 觀眾在散場的時候 究竟覺得你做得好不好 而在這次風在喜事裡面 你看到梁朝偉內臉式的演出 郭富城外露式的演出 我相信觀眾在散場的時候 都一定會對兩位演員的演技拍攔手掌 今天跟大家說風在喜事 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希望得到一個like 而你看了的話 下面一起留言交流一下 我盡我努力 看完所有的留言之餘 逐一跟大家回復 一起聊聊天 今天先到這裡 下條片再見 Bye its u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